位于台中市南屯区咏春东七路 与甘城街附近大楼林立 还有黄昏市场属于交通拥塞的要道 而它的交叉路口的停车场 没有管理人员又不用收费 常有车辆暂停引起民怨 因此黎明里里长廖福田与市议员朱暖英 就共同向交通部争取改建停车场绿化美观 目前已经实施动工 预计8月底完工 挖土机挖挖江沙石挖出来 这里是南屯区的广监亭171用地 多年未整修加上连日下雨导致地基下陷 目前正在整修中 预计在8月中就能完工开放停车收费 很快就要完工了 那可以解决我们民众 这个当地的环境问题 还有停车的问题 位于南屯区咏春东七路 与甘城街附近大楼林立 加上还有黎明黄昏市场 交通繁杂 停车需求与日俱增 原先有许多车辆占用停车位 一站就是一整天 导致附近居民停车不变 民众向黎明里长与议员朱暖英反应 向市府争取停车改建 将停车空间设置30多个停车位 才路边停车收费标准 每小时20元 另外在周围种植了植栽 与黑板树当作围离 起到风格人行道作用 也美化外观 市府都有一些建议说 是不是可以改为收费停车场 让这个地方能够产生流动性 不要那个汇气车辆 或是固定车辆占用以后 其他人就没办法使用 然后现在一开放啦 外面的停车 就很乱啦 乱的什么树叶鸟屎 还有那个 大家垃圾也都不带走 造成很大的困扰 现在改为收费停车场后 增设围离绿化环境外 也使停车场更干净美观 提升地方人口流动率 今次贸易